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7月1日 已經是星期一 今天是七一假期 很多朋友已經上了大陸玩了 當然也有人會回來 因為明天要上班了 我們看到 有人公然在香港造謠 這些謠言 實際上也是大陸人傳出來的 之後 已經是有不少那些左派 工聯會 民建聯的人出來 不斷地把謠言 現在我們看到 到了目前為止 造謠的最高級別官員 鄭顏雄 這個造謠很明顯是睜大眼說謊 大家也可以在 各方面的文獻 政府的資料找得出他講謊的證據 他說甚麼謠言呢 又是山坡98年的金融風暴時候 中國如何全力拯救香港 當然 這是被董建華徹底否定這件事的 我們先說說他在說甚麼 鄭銀雄又到立法會 跟議員交流五言 吃飲 他致詞的時候就說 多謝議員在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的重大貢獻 實際上你不用多謝 這些議員你叫他做甚麼都可以 你叫他幫你修改法律 就說太陽是正方形的 這個是由西邊出來的 甚至乎太陽是屬於中國的 他也會幫你照顧 所以 他們不存在甚麼貢獻 你叫他做甚麼都可以 然後就說 香港以前有六變六不變 提到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 港英當局單方面改變了很多承諾 當然 主要是說彭定康 說彭定康留下香港很多政治地裡 由於中央提出六個守住 才會守住香港 都在亂說 大贊的23條立法 當然 都是一些是垃圾 他首先說 香港有六個不變 首先不變的 是中央始至堅定港人 全力維護一國兩制 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也是睜大眼說謊的 他說香港的繁榮穩定堅如盆石 東方之珠浪漫依然 說謊 現在東方之主已經暗艷無光 他指出 40多年前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不久 港英當局單方面改變很多承諾 例如 墨應前港東彭定康為香港埋下的政治地裡 這個就不是 簽署不久 中英聯合聲明是85年簽署的 而彭定康 是九幾年才來的 隔了很多年了 當然幾年對中共歷史來說很少 幾十年歷史都可以散改 然後他就說 香港 由於得到中央的眷顧 所以一直都很穩定很繁榮 習近平強調 一國兩制的方針是會長期堅持貫徹的 是會不每變 不動搖 不走樣 不變形 實際上 他說的全部都是變形 全部都動搖了 他說 今時香港 一國兩制之下限制 執行制度框架 法制環境 以及這個管制體系 自由經濟 多元文化 生活方式等等都保持不變 實際上 這些東西都是 夠說 第二 高度自治是沒有變 更加在說謊 高度自治是沒有變 強調中央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香港特區 堅定維護特區依法行使高度自治權利 愛國者治港 國安法實施之後 拘捕290多個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員 也是由香港的司法體系來處理 法官 香港就是 狼狽為奸 香港就開始 用這個司法來迫害一些反對派 這些東西實際上全部都是垃圾 我們最重要 要說的是什麼呢 最重要 就是 之後說的第六點 中央 對香港是肉火重生 主要 就是 由於 98年金融風暴全力救港 2003年 非典 對香港的援助 其實也沒有什麼援助 形容中央對香港的要求幾乎是有求必贏 可謂史無前例 這件事 即時有人覺得反駁 因為 98年 這個亞洲金融風暴衝擊香港 正正是中共 對香港完全沒有任何的幫助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幫助呢 我們先用董建華出來說 董建華曾經提及 在1998年 特區政府入市打擊炒家之前 他曾經打電話給當時的副總理 前期深 告訴他港府會推出多項措施保護香港經濟 要詢問中央會不會派人來香港協助 希望 確保這個措施不會影響中央政府 或者有什麼盲點 中央不清楚 叫他們派人來香港幫幫忙 共同化解危機 實際上 就是向中央求助 他怕香港人一個人搞不定 前期深 他說 考慮了兩天之後就回覆董建華的要求 他拒絕 他說其實我們對香港的認識不是很深 如果派人來我們可能會有些錯誤的指示或者意見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同理也會後悔 這樣也不符合一國兩制的要求 結果 中共拒絕了援助香港 實際上當年的中共的財政儲備也不及香港 香港反而當時也有多點錢 結果 香港政府動用了1,700億港幣入市 現在大陸的人傳到當年 中共拿了3,000億 美金出來救香港 實際上是沒有的 也不用那麼多錢 香港當時只是拿了1,700億就搞定大岳 其實是有原因的 當年1,700億為什麼可以擊退大岳呢 主要就是大岳在兩個地方受傷 受到很重的傷害 主要第一的 觸發點就是俄羅斯金融 崩潰 他們以索羅斯為首的一大群炒家 買了大量的俄羅斯債券 結果俄羅斯政府 破產 崩潰 令到 他們買入的俄羅斯債券大跌 他們輸了很多很多的錢 進而 引發這個人員 瘋狂升值 由於當時他們 大部分的炒家就做 兔凳 交叉交易兔凳 先 借入大量人員 進行沽空 然後就把人員 因為是零息 借入人員的便宜 就去買俄羅斯 債券 打算兩頭 結果俄羅斯一出市就被人夾倉 即時人員 最高 由147人員 升到111 一日升到30多人 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是會令到很多人破產的 一晚就輸身家了 你想想 輸30多人 他們第一時間要斬倉 當然由於他們借了大量人員 他們斬倉 令到 升幅更加加大了 如果不是因為他們斬倉 就不會生得那麼誇張 人員也由那時候開始轉強勢 因為大量人借人員 那時候每個人都去沽 每個人都去沽日本 他就是由於俄羅斯 和日本兩頭輸 所以元氣大傷之下 港府再劫倉 當時港府 是用500億去拿期子 1200億去買港股 結果 一獲就把港股由最低的期子6800點 炒上去9000點 當時現貨 他們帶我入市那天 現貨炒到8500 已經升了上來 本來是8000點 8500 期子炒上去9000點 高水500點 然後第二天就繼續升上去 很快就過了10,000點 由於港府動了1,700億入市 才成功擊退這些 國際大炒家 但是由於他們之前在累積了大量的賺福 實際上 那次他們也不重傷 香港不重傷 他們最重傷的就是 以及是俄羅斯的債券 好了 所以根本 大家有記憶的人都記得這件事 但是中共 有意無意的 第一 找五毛出來放風 中央當時拿三次出來救香港 救港股 實際上是沒有的 好了 然後民建聯 工聯會 左派出來不斷說謊 甚至乎我看到有些香港的 以前在香港做開官的那些人 他們也出來跟風說謊 好了 現在鄭雁雄 他是 說謊的最高級別官員 中聯辦主任 所以 你們說 任何那些造謠傳謠 你在說甚麼 你在是不是 想顛峰這個國家政權 當時明明中央 沒有夠 你就說有夠 原來在唱好中央的謠言 你就可以說的 你在 造謠傳謠 那麼高級別的官員 你也可以做這些事情 如果根據這個刑法 你可以判刑 我們知道 很多港姦 明明不是那些事 他們也會把這個黑港成白 那麼現在 現在中共在香港 進行這種洗腦教育 可能過了十年 二十年 人們就忘記了 98年到現在 只是二十多年而已 所以我們要涉而不捨 把真相告訴大家 當時 中共 自己也沒有錢 當時他的財政儲備 只有幾百億外匯 只有幾百億美金 香港一波拿1700億出來 當時 整個亞洲 最有錢是香港的 因為南韓 印尼 泰國 馬來西亞 總理還是馬哈提爾 他也說 什麼時候沒有香港 有1700億拿出來舊市 他們沒有錢 只能夠關門下閘 搞澳會管制 就是這樣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這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向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拜拜 插一段廣告時間 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還未安裝VPN的觀眾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這樣做可以留意 會否在那裡 就是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裡 你們就會看 今天五個月 再修圖 我們會留意 你們會驅住 你們會手進入